大家好,我是大琼,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的红豆饼 这款饼不是用锅烙,也不是用电饼铛 而是用烤箱烤出来的,外皮非常松软 里面包裹着的是浓浓奶香味的红豆沙 我们先来做红豆沙,我用的是这种红小豆 这个豆子也可以用来做蜜红豆 碗里倒入200克红小豆,然后加入一些水 我们让它浸泡一晚上 这样泡过的豆子在第二天煮的时候需要的时间会缩短一些 这个是浸泡了一晚上的豆子,体积明显变大了一倍 我们现在可以上锅煮了 浸泡豆子的水不能要,我们准备一锅清水 把泡好的豆子捞进锅里 盖上盖子,开大火,先把它煮开 然后转小火慢慢煮 小火把锅里的水慢慢焖干,这时候豆子差不多已经熟了 可以先用手试一下 如果是用手指一捏就碎 说明这个豆子就熟了,如果是还捏不动 可以再放一点水,让它小火继续焖着 直到焖熟为止 现在我们往煮熟的豆子里加入糖,黄油,还有奶油 用淡奶油或者是重奶油都可以 主要是增加它的奶香味 小火加热,用铲子不停的翻炒 把里面的水分稍微炒干一点就可以了 炒到这种成团就可以了 稍微湿一点 待会晾凉的时候它还会变干一些 把锅子离火冷却 把锅子离火冷却 也可以把豆沙盛在盘子里 这样冷却的要快一些 冷却之后大概可以得到500克的豆沙馅 取大概50克的豆沙馅 我们在手里把它捏圆 这样在后面包的时候要方便一些 做好的豆沙馅放在盘子里 盖上保鲜膜防止风干 现在我们来和面 这是面团需要的一些材料 把除了黄油以外的这些材料全部加进揉面的盆里 厨师机开低速揉成面团 然后再调高速度揉出粗糙的薄膜 这是一个中等偏软的面团 面团的水分不是特别大 能拉出这种厚厚的薄膜就可以了 现在把室温软化的黄油加进去 厨师机先开低速把黄油揉进面团里面 然后再调高速度揉出均匀的薄膜 揉好之后我们把面团整理一下 然后放进盆里 盖上保鲜膜 把它放在一个温暖的地方 大概发酵一个小时至两倍大 家里室温低的话建议放在烤箱里面进行发酵 这样发酵的时间短一些 大概一个小时以后 用手指搓一个洞 面团不会回弹就是发酵好了 现在我们把面团移到案板上去拍打一下 排一下里面的空气 然后把面团平均分割成8份 每份面团大概为56-58克之间 分割好之后取出一个小面团 把它稍微揉圆一点 然后搓成一个稍微光滑一点的圆球 搓好之后盖上保鲜膜 让面团松弛15分钟 15分钟以后拿出揉好的第一根面团 放在案板上用手压一下排一下气 然后用擀面杖稍微擀大一点 擀好之后放入一个之前做好的红豆沙馅 用虎口慢慢把它收拢包起来 这样包的比较紧实 里面不会产生空心 包好之后放在垫了烘焙纸的烤盘上 盖上保鲜膜让它进行二次醒发 大概醒发一个小时至1.5倍大就可以了 这时候我们在顶部刷一点清水 用擀面杖的一端沾一点清水 然后沾一些黑芝麻 点在面包的顶部 上面再盖一张烘焙纸 压一个烤盘 可以用烤盘先把饼胚稍微压扁一点 然后放进提前预热好的烤箱 175摄氏度 350华氏度 烤18分钟 出炉后去掉烤盘和烘焙纸 放在晾凉架上 稍微晾凉一点 刚出炉的红豆饼看着非常鲜软饱满 即使在第二天晾凉之后也非常好吃 如果你喜欢我做的美食 请你帮忙点赞 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大琼 咱们下期再见 大婴